大家好,剛剛有位標迷兼老友兼熟客就報料給我聽,實在太好了 就是盧力士將來會做二手錶,真的沒聽錯 我馬上上去觀望看,原來真的有 只是一版的,做一些基本的說明 我嘗試用我的理解去告訴你 簡單來說,盧力士的AD將來會有另外一個牌 兩個牌,一個是新錶牌,另一個是Certified Pre-Own的牌 就是賣盧力士的二手錶,提供了這個機會 盧力士的錶就出了名,留給下一代也可以 接下來AD會有另外一個銷售牌 一塊牌,除了新錶以外,就會有二手錶的項目 他們賣的錶,那個小牌是不同的 現在你看到是綠色的牌 將來如果真是二手,配件有些不同 吊牌的顏色不同 寫著Certified Pre-Own,勞力士 然後皮套有些不同 但是當然不會給你一個盒 盒原來都非常值錢的 勞力士盒,會給你一個小袋 但是最大的價值 就是由勞力士官方去驗證 Certified這支錶的真確性 起碼這支錶是真實的 第二,不會被人移動的零件 是原裝的 第三,最重要也很重要 就是他也提供了兩年的一個 即是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即是說這支二手錶 我想在他的角度 走時, performance 也是符合勞力士官方的標準 我估計一定有8個 看回他的內文 如果勞力士的AD 有這個二手牌 可以銷售勞力士的二手錶 那原裝那張償力士卡 他應該是不給你的 然後呢 officially 他印一張 Pre-Own 的償力士卡 就是償力士兩年 這個非常好 因為二手市場有很多不確定性 不是說整支錶是真不真 還是整支錶是假的 那可能有些東西 即是換了 不是故意換的 可能壞了 壞了就要換的 那即是當勞力士的錶 這個牌子的錶 由這個牌子去到做certified 或者是叫做authentication 一種真和假的驗證 以及質素的保證 他保證了 performance 走時 那這個非常好 即是 什麼是一隻勞力士 那當然是勞力士的官方 有最終的話語權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勞力士的AD 真的有二手錶賣 那他們回收這些二手錶的來源 又如何呢 整個business model 整個商業的模式 又如何運作呢 究竟是不是一個有二手排的AD 可以做零售式的收錶服務呢 這一點呢 即是勞力士暫時就沒有公佈的 我個人看是正面的 以及也可以加強了 更加加強勞力士那種貨幣地位的錶的性格 如果勞力士可以接受零售收錶的 那他一定有一個官方的回收價 如果是這樣 那真的好像買金一樣 有出入價 就這樣吧 還得到 謝謝啊 謝謝 謝謝